我覺得納坦雅弗他心裡的計劃是 再給他一個月左右 他覺得他的戰爭還沒打完 可是他的打法 已經造成了無數平民的上升 尤其是婦女跟兒童 婦女跟兒童大概佔了65% 這實在是太過了 可是美國 我認為美國軍方 基本上是同意以色列這樣打的 事實上我今天還有看到希拉蕊在講話 希拉蕊反對停火 他公開反對 他公開跟奧巴馬唱反調 那希拉蕊就講到說 他跟柯林頓都曾經試過 他老公都曾經試過 要用比較懷柔的方式對哈馬斯 結果發現他們都是野獸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以為美國的軍方跟以色列的軍方 立場不一致 我認為他們是一致的 你現在聚焦到 納坦亞吳也沒有用 因為納坦亞吳即使把他幹掉了 那換一個人上來 還是右翼 以色列國防軍還是要打 就你基本上現在不是納坦亞吳要打 是以色列的軍情界都基本上認為要打 而且他們就是 我認為所謂的第一階段要消滅 那第二階段消滅零星對抗勢力 第三階段建立安全政府 前面那兩個軍事階段一定是國防軍理的 那絕對不是納坦亞吳 納坦亞吳他的問題就在於第三階段 你要不要把政權交出來 那因為布林肯已經去建了巴勒斯坦知識政府 所以第三階段 美國是使得上力了 可是軍方的部分 這個美國如果沒有用殺手劍 以色列軍方怎麼可能聽你的 所以你就看到 常常就直接被打臉 比如說你跟他講說要停火 他說沒有啊 我們沒有同意啊 什麼人道主義暫停啊 沒有 沒有這件事 他是隨時做戰術性的暫停 然後暫停最多四個小時 這個就是他們軍方的立場 就是我認為目前 他認為我現在是說從軍事的角度看啊 他認為他是成功的 問題在這裡 比如說他就在那邊敘述啊 他封掉了150口井啊 說可以進到地道的井 然後地面建築物基本上已經摧毀殆盡啊 然後哈馬斯現在被困在地道啊 那就傳出他們要灌水嘛 還有聽到說要炸水庫 如果炸水庫那這個百分之百是人道罪 因為那個水庫是在淡水啊 如果水庫出了問題 那整個加煞恐怕會死更多人啊 因為會缺水啊 所以我認為 美國一定要拿出殺手劍 才能夠改變以色列軍方的想法啦 這個恐怕不是拿坦亞歐一個人能決定的啦 這跟澤倫斯基一樣啦 你現在叫澤倫斯基就 立刻讓步他可能就會被暗殺 有點類似啦 以色列現在是跟這個巴勒斯坦市在戰爭狀態之下啊 所以他的軍事目標跟軍事計劃非常非常的明確 也非常非常的穩定 毫無動搖的餘地 那再加上現在以色列軍方像這個國委員剛剛講的 他們現在有進展 有進展的話就表示 他們不必有太多的怎麼樣 顧忌啊 就繼續往下打 因為成長戰爭從剛開始打的話 這些國際戰爭法跟國際人道法的一切的基本原則 跟他的一些明確法條 以色列就完全就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啊 對啊 所以既然戰爭進行了這麼順利的話 我想他會繼續進行下去 那如果很不幸的話 就是說他現在把南邊的 就是北邊的打下來以後 那這個哈馬斯已經往南邊 往南邊跑 因為他打的話是從北往南打 雖然包了以後往北往南打 意思就讓你往南邊走 我認為這個第一階段結束以後就是往 第二階段就是往南邊了 那最後計劃就跟這個 我們前兩個禮拜就談的那個 以色列方面透 就是說 洩漏出來 他的這個對加薩走廊的一個這個計劃 基本上就是要把加薩走廊全部整盤端過去 把這裡面加薩走廊裡面的巴勒斯坦人通通趕出去 然後能夠到四周鄰國就到鄰國 可是不要待在加薩走廊 這是他最後的戰爭的目的 那達到的目標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狀況只有越打越 越打越凶 越打越凶 那美國知不知道呢 美國也知道 我們看到以色列內部有聲音 可是這些聲音不是主流的意見 從政府到軍方到他的整個社會 基本上都支持內太亞胡 如果不支持的話 這個戰爭的目的跟戰爭的策略 目前這個戰術是不會繼續下去的 那以色列很多在反問的時候 他說我們沒有辦法 哪一個戰爭能夠避免平民的死傷 他講的都很清楚 你去問他的一般老百姓 也是這樣認為 大部分人都這樣認為 所以這場戰爭基本上就是說 目標也很清楚 那美國知不知道以色列 基本上會這樣做 美國當然知道 你們剛剛看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的講話 那是斬釘截鐵 人家記者說 你現在打了幾天死的平民 已經超過烏克蘭平民了 他就可以當著全世界面 他就是兩回事 那就是他兩種 他就兩種標準 烏克蘭一個標準 以色列一個標準 這擺明的就是雙重標準 你又能在美國如何 那今天很清楚的 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 違反所有違反戰爭法 國際人道 國際人道法 這一切都由美國政府的 公開的背書支持 以及怎麼 協助 所以這個就是戰爭的目前的狀況 那你說Hillary為什麼會改口 Hillary他們 事實上他們這個 美國所有的這個 對未來還有 還有一點寄望 海外政治有野心 他絕對不會得罪美國 在美國政治上扮演 最重要角色的猶太財團 所以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是很現實的一場 這個戰爭 也很現實的一場 美國國內政治跟國際關係 我想值得我們所有 台灣的這個朋友 大家仔細的來觀察 仔細來思考 以前以色列跟哈馬斯雙方都宣稱 對方沒有打好 對方打得並不理想 但是都宣稱自己打得非常好 以色列又說他控制了多少地方 摧毀了多少地方 哈馬斯也說他又急 毀了以色列多少坦克 又急毀了多少的裝甲車等等 那麼各自都播放一些影片 狀況說實在話並不十分明朗 因為整個消息不透明不明確 更重要就是這些戰地的軍事記者 基本上因為生命受到太大的威脅 而以色列對於這些人的殺害 其實是一點都不留情的 所以很明顯的這些新聞的報導 都被控制住了都被限制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的都是片面的 那因此我會建議觀眾朋友 就對兩兆雙方的所有的新聞 都持一個保留的一個態度 好那我們就看比較明確的一些態度 第一個就是白宮拜登的政府 還能夠撐多久 那內塔利亞胡如果說給我一個月 拜登能夠給他四個禮拜嗎 現在美國的國務院裡面的這些外交官 尤其是在於整個穆斯林地區的外交官 他們認為他們正在撕掉整個外交的戰場 現在美國在整個全世界 特別是在穆斯林這個地方 他們正面對的都是一群憤怒的這些 一些伊斯蘭教的這些穆斯林 他們都對於美國很憤怒 對以色列很憤怒 而這已經是瀰漫了整個一代間 因為他們看到加薩人他們手無寸鐵 然後他們無助逃也逃不出去 就這樣子不停地被屠殺 他們越來越痛苦 他們越來越感覺自己無力 所以他們越來越仇恨美國人 這些外交官他們感覺到 他們的工作越來越困難 也就是說整整一代的人 可能會從此以後更恨美國人 那美國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剛剛上任了在日本 他就講到了 如果不能夠很短的時間內 結束這個戰爭 以色列每殺害一個加薩人 就製造一個哈馬斯 所以也就是說你殺越多的加薩人 你就製造越多的哈馬斯 而世世代代你都殺不完 哈馬斯世世代代跟你打得沒完沒了 他也焦慮啊 他主張要支持以色列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要求是數戰數決 可是問題是以色列沒有辦法 數戰數決的話 這個戰爭只會讓整個美國 以色列跟整個西方世界的道德 完全破產 我覺得中國大陸對拜習會 沒有期待這麼高 不過他是努力 實際上習近平見那個加州州長 紐森 那個才還有見那個比爾蓋茲 我覺得這兩個才是主調 主調就是說 他要穩住這個 跟美國州政府的來往 比如說那個這次到禁博會 美國就有好幾個州嘛 還有那個市長聯誼會都到了 另外就是中國大陸也派出那個中量集團 就是10月31的時候 所以洲際交流 中國大陸跟美國各州的來往已經開始了 那這次去我覺得他主要是要做出一個姿態 就是說 在APEC就是要跟亞洲有些國家見面 然後就凸顯說 我們不會鬧到整個局都破了 那大家對市局的穩定還是要有信心 然後也跟美國商界要穩住他們投資中國的信心 那至於聯邦政府的部分 就拜登 到底能夠跟中國大陸有多少交集 坦白說不容易 所以那個李顯龍講的話我是蠻同意的 就他是拉回正軌 那希望中美不要每天在那邊磕磕碰碰 那大家穩住自己的局面先把經濟弄好 那至於說期待你什麼科技戰會不會減少等等 坦白講沒有期待 不過我認為比如說英偉達最近不是傳出 又給他那個三個晶片 那又可以繞過美國的行政管制 那前一陣子不是說H800跟A800不能賣嗎 那現在又怎麼讓他繞過行政管制 這個可能是美國自己內部的調整 就是說科技制裁他不能減少 那可是會允許個案由企業自己提出一些想法 然後得到美國政府的默許 這個就跟以前那個個案豁免有點像 可是這個跟中國沒有關係 這個是美國自己在內部做調整 所以中國大陸他比較樂於接觸來是美國的企業界 金融界然後還有這個各州政府 那至於聯邦政府就是我們就穩住這個局面吧 那可是你比如說台灣問題啦 科技制裁啦 要不要買美債啦 你都不要期待太高啦 我認為可能都不太會有明顯的進展 我覺得現在中國大陸大概看 跟美國的關係 主要考量點還是台灣政情的發展 因為台灣的政情面臨這種高度的不確定性 我們剛剛講的大概10月11月 這個月24號回去就會決定 大概是我們不要等到明年的1月13號 大概就開始就會很大的變化 就會很大變化 是動盪呢還是說還是穩定 暫時的穩定 不過1月13號 那麼到1月到520之間呢 不管是怎麼講 美國會對台灣政情產生重大的影響 影響力還是非常的大 所以這一點美國 所以中國大陸要考慮到這個未來 起碼半年的台灣的這個政情走向的一個不穩定性 他必須跟美國保持一個 起碼一個穩定溝通甚至可以合作的 在台灣問題上可以合作的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習近平這次去舊金山 完全是從這個出發點 那已經中國大陸已經用手上的籌碼了 我們大概兩個禮拜前 中國大陸已經買了美國的農產品 這個是大概有差不多5年左右都沒有做的事情 中國大陸用手上經濟工具 那這次何立峰去的話 基本上就是談經濟了 我想中國大陸現在手上抓到了美國的這個 有關美國的經濟牌的 第一個就是還有8000多一點 8000億多一點的美債 另外還有龐大的這個 所謂的美元的外匯存底 放在美元資產上面 第三個就是說中國大陸還有怎麼講呢 對於這個去美元化 國際去美元化的中國大陸 可以扮養一個季節角色 所以這些都是中國大陸 我認為他可能會準備運用的經濟牌 那麼考量的就是台灣問題 希望在這個過渡時期當中 起碼六個月過渡時期 那麼美國中國大陸之間 還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利益 可以合作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就是因應我們台灣 未來半年的可能的重大的政局不安 所做的一種預防式的外交佈局 我觀察中美的關係 中國大陸這邊 他的目標其實就是指跌回穩就可以了 要改善或是回到過去中美的關係 他不寄希望對於拜登這一屆政府 從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我想大陸也清楚明白了 未來的十年 美國也不會讓中國大陸好受 因為美國他就是已經肯定了 決定了下定決心 不讓中國大陸超過他 因此美國用了各種話術 所謂說我們要競爭 我們不是要對抗 那都是鬼話 因為嘴巴講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那原因在哪裡 就是如果說是在一個 同一個遊戲規則的情形下 那競爭還是會輸 美國就一定會使手段 所以不管是科技戰 不管是規定 As more As more不是美國人的 那是荷蘭人的 但是規定你 你只要用到我一顆螺絲釘 是美國的 你就不准賣東西給中國大陸 不管我的比例就佔10% 或佔5% 你的比例佔90% 都一樣 你就是不准賣中國大陸 這個就已經不是健康的競爭了 這就是對抗 對日本也是如此 對韓國 對台灣都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大陸 已經對美國也認透了 也清楚了 那也就不寄希望了 那也就是說 對華府的這些政客 參眾兩院的政客 白宮的行政部門的政客 都不寄希望 所以它的希望 只寄託在哪裡呢 就是說那我就盡量拉近 跟美國的民眾之間的交流 美國的民間 美國的青年人 跟地方政府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的比較特殊 它地方政府的權力還蠻大的 還蠻完整的 所以它更多的是放在 願意跟中國大陸來往的地方政府 也就是各州 那目前來講 我們看得很明白的 就是加州 還有一些農業的大州 他們都很願意跟中國大陸來往 甚至德州 你也不能排除 因為它產石油的話 它也可能 那這樣的話 大陸就加強跟這些大州 農業大州 那個塞西 矽谷的大州 還有就是石油大州 那有來往 我個人認為 中東地區的混亂的一個情況 是美國的外交會越來越孤立 越來越困難 因為美國的支持以色列 它在整個穆斯林社會 會隨著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悲慘的遭遇 那這些人的仇恨會一直升高 目前我們已經觀察到 美國的國務院他們自己已經有一些評估 就認為說這一代的穆斯林 整代全世界的穆斯林 都會恨美國人 也會恨以色列人 一整代間 因為他們就活生生的看到 在整個加沙地區 這一兩百萬的巴勒斯坦人 平民百姓無辜的孩童 就這樣一直被殺 然後這些人無助 這些人無奈 這些人只能夠在那邊 等著哪一天拋彈就落下來 那小孩子悲慘地說 他們沒有錯 他們沒有犯錯 為什麼要他們承受這麼多的苦難 他的同伴死了 他的父母死了 他的家族裡面的叔叔伯伯死了 他的表兄弟等等 一個一個在死 他也不知道他明天還能不能活著 他們現在只是為了一餐要去排隊 為了一個水要去排隊 然後傳染病很嚴重 腹瀉的情況很嚴重 沒有得到好的醫療 很多的這些紅十字會 在裡面的這些醫院的志工都看不下去了 因為醫院常常被轟炸 但是問題就在於 有沒有可能收手 沒有 因為以色列絕對不可能收手 我們另外一個問題是 美國還能夠停以色列停多久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還是一個月 我也注意到美國的參謀總長 就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現在在日本 他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如果以色列不能夠速戰速決的話 這個情況就會對於以色列跟對美國的軍人就會很糟了 第一個就是如果不能速戰速決 你每殺一個巴勒斯坦人 你就製造一個哈馬斯 所以哈馬斯會千千萬萬的 他永遠會給你放冷槍 即使你在戰後 你統治這個加塞地區 你搞軍事戒嚴 但是你的軍隊在巡邏的時候 都有可能會有人對你放冷槍 而且美國在於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 現在我們看到了 其實他們是一種警告性的攻擊 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軍事基地 還沒有真正傳出大規模的 美國軍人的死亡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在轟炸 或者是襲擊美國的軍事基地的時候 並沒有使用威力很大的 而且精準度很高的 這些導彈去炸 美軍比較居住群的這些宿舍的地方 沒有這樣做 這個很明顯的是屬於警告性的攻擊 就是說你美軍不要再介入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 如果說隨著戰爭的情況 越來越演越烈 未來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的比例 就會越來越高 精準度會越來越大 然後用的武器彈藥可能會越來越強 這樣的情形您想想看 美國果然最後他的軍人會裹四代 開始後送回來 那這種情況也就是 美國會被迫捲住這個基地 我們要問 以色列有沒有可能短暫的結束這個戰爭 絕對不可能 看起來是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地道戰絕對沒有那麼好打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這個進博會 上海進博會到現在才沒幾天 他們的成交金額已經出來了 兩兆三千五百億新台幣 沒幾天 所以中國大陸的消費力 購買力採購力還是非常的強韌 非常的強大 那去參展的每個大部分的展位 都開心到不行 其實講到這裡 我們台灣還是真的有點傷心 因為兩岸之間搞得那麼的糟 那台灣的廠商真的很想好好的 把東西賣到大陸去 結果都賣不動 我覺得其他的國家 美國去 美國跟日本 跟中國大陸關係緊張 但是他們的展位卻搞最大 拼命的想賣 而且成交額都這麼的大 兩兆三千多億台幣 台灣 唉 雙城論壇要起點作用 如果兩邊的政府 尤其是民進黨政府 搞不動的話 台北市可以更積極一點 好 我真的覺得我們沒有好好的利用 這個進博會 台灣真的是 實在是 真的是民進黨實在太糟糕了 不講這個 好 中美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企業家爭先恐後 其實他們用身體 用行為來說話 因為想盡辦法要買到門票 要去參加跟習近平的一個晚宴 我還記得在這個節目中很早 我就說 這次習近平去舊金山的可能性是很高 而且相當有可能 跟美國的商界會有會餐 果然有這麼一個會餐 因為這個在過去比較少見 過去一般來講 從事的都是政治的活動 外交的活動 但是在這一次裡面我們看到 是跟民間的活動比較多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當時就已經發現 大陸他們本身已經對於美國 華盛頓的政界 不管是參議院 中醫院跟白宮行政部門 已經不再寄希望了 而他們已經很早就定調了 就是寄希望於美國的民間 社會 企業界還有各地方政府 所以這一次的加州的州長 到中國大陸來訪問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們之間的關係 互動很活躍 我估計美國的農業的大州 還有像德州這種石油大州 他們會跟中國大陸的活動 會更活躍 而美國參眾兩院 開出來的那個條件 說你要有誠意 我個人認為大陸根本不會甩 這些參眾兩院 為什麼 因為道理很簡單 對於美國人來講 而對大陸來說 跟中美的關係 只要指點回聞就好了 沒有要期待 恢復到過去不可能的事情